大家好 歡迎大家進來看我路痴的頻道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索日本兩大文化 一起走入一個充滿力量和智慧的世界 先和大家去看一個居合道的比賽 之後再和大家去吃和菓子 是一間在福岡非常出名 大家一定不能錯過的和菓子店 說起居合道 這個不單是一門武術 還有一段歷史、一種藝術和一種生活的哲學 居合道起源大約在古內梁時代 當時政治軍事紛爭不斷 武士經常劍來劍往 這就是居合道的初型 後來去到室丁時代 有一位大師王把劍術和居合拔刀術區分 經過不同流派的改進和精煉 變成不再只是生死有關的戰鬥技術 而變成一種身心的修煉 還有心目的智慧和優雅的動作 成為一種日本獨有文化、禮節和精神 這天大會開始的時候 安排了兩位小朋友在這裡示範對戰 見到兩位小朋友非常認真 感受到他們至少對這種文化熱愛和尊敬 小小時候拿著膠劍石比武 真的很有趣 然後就到師傅出場了 有請國際居合道聯盟 無外留居合彭育會武田會長 當他踏入草地上的時候 就已經將周圍的環境視為潛在的戰場 看看他騙刀的氣勢 眼神和那種專注 還要保持內心的平靜 收刀的改一下 感受到不單是對武器的尊重 更是對自我的反思 完成了一場與自己心靈的對話 可能這就是居合到修煉的道 在日本的思想裡 整個世界有百百萬神明 存在不同的地方 例如山、海、一枝筆 又或者是刀裡面 所以收刀之後 都會向刀的神明行禮道 我們很多時候看居合道 看他們試斬的都會斬草籽 因為這些草籽的纖維是非常豐富的 它的韌性芽也非常高 當浸過水之後 就跟我們人體的肌肉十分相似 將它們捲一捲的時候 它們的厚度和強度 就更加像在斬人體的一部分 所以就會用這些草籽來模擬這個戰鬥 這些草籽多數都是來自定期更換的榻榻米 經過清洗之後就低價 或者是免費送給道場 作為練習武術之用 我們都看到他們帶了很多工具來 來到現場的時候 就會即時檢查和修正刀印 確保刀用起來的時候得心應手 而能夠一刀斬斷這些草籽 是非常有技巧的 包括它的力度、速度和入刀的角度 都是很高要求的 只要一件事做得不好 就很難斬斷這個草籽 其實現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有居合到的體驗 上去的旅遊訂購網站 大家都會很容易找到那些 一兩個小時的體驗課程 如果大家來到日本 又有興趣親身上陣的話 都可以上網去找一下這些課程 我覺得這些這麼有速度的武術 用慢鏡去拍他們的動作 就最好看的了 大家覺得呢? 可能有觀眾朋友會問 居合道和劍道有什麼分別呢? 劍道是用竹刀作為武器 選擇護具和對手作戰 如果大家有看過半集直說 主角半集在劇集中 經常跟老友近藤對打的就是劍道 而居合道就是單獨按照特定的情景 又或者是假想敵去進行對戰演練 居合道在演練的時候 有很多細緻的技巧動作 結合內心的意象去表現過中的意義 它比較像是一個包含技法和心法的道行修煉 他們就收拾東西走了 但大家不要走 和大家去一間福光很出名的和菓子店 其實我自己一直都有六年的時間去學習 胡拉西的茶道 茶道和果子也有著很深切的關係 因為在日本的茶道會上面 都會先吃果子再喝茶 所以來到福光之後 都會去不同的和菓子店 去搜羅有質素的和菓子 去進行茶會之用 而買過這麼多間和菓子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這間余水鵪 它在福光已經有二十多間分店 只在博多也有六間 余水鵪官方有文件紀錄 是創立在179年前的 但實際上創辦人的先祖 早在天正時代 即是四百五十年前已經製造和菓子 代代相傳 所以在他們的網站上寫著創立年份不明 而一間這麼有歷史的和菓子店 在店舖裡就有一個 像小型博物館一樣的角落 這兩個天皇和皇后文章的和菓子 就是在1910年 命治天皇在福光九流米期間 命令這間和菓子店 送給日俄戰爭陣亡的家屬 而這一個就是1949年生產 福光繁黑田官兵衛 第十四代後裔的家民和菓子 這裡還有很多淋淋種種的和菓子戲剪出 一間這麼有歷史的和菓子店 除了令大家大飽口福之外 還可以大飽眼福 這裏就展示了不同的規則 他們會用當季的水果 又或者是時令的農作物去做大福 這裏就展示了不同的規則 至於這個貴子的大福 就用剛剛結果的小桃籽製造 小桃被粉紅色的外皮包住 中間還夾了一層白豆沙 清新香甜 至於這個就是之前兒童子 所推出的和菓子 真的每次進去都會發現 又推出了新的和菓子 好興奮呀 這款傳統的和菓子 最終就是熊貓先生最喜歡吃的 外殼以糯米粉為原料烤製而成 餡料通常是紅豆餡為主 這種和菓子據說在江戶時代已經出現了 他們每個月都會出一些非常精緻 專門給茶會用的高級和菓子 全部都很有季節意境 買大福的時候 包裝裡面還會跟上一條這樣的線 就是用來讓你非常完整地切開這個大福 因為如果用刀切的話 就會黏刀 並不可以很漂亮地切開到這樣 你看看 切得多整齊 裡面這麼小的土很可愛 我還以為這麼小粒會很酸 但吃起來竟然是非常香濃甜美的土味 而這個就是余水鵪的長壽產品 竹子麻薯 已經出了47年 製作的靈感其實就是老闆小時候 他媽媽做給他吃的其中一款和菓子 因為一直念念不忘 所以至今依舊保留這個傳統手藝 打開就會見到一層厚厚的黃豆粉 另外還有一包紅糖醬 而叫竹子麻薯 當然這個麻薯是用了福江和佐河之間的竹子平原所種的糯米而製成的 不過很多朋友都會說日本的和菓子很甜 其實因為一般都是配上抹茶一起吃 因為綠茶能夠刺激胰島素的分泌 降低血糖值 所以會在飲茶之前先吃和菓子 防止血糖值急降而暈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去一些溫泉旅館入房間的桌子 都會擺放這些和菓子 那些其實不是單純是歡迎小吃那麼簡單 很多時候客人周居勞頓 去到溫泉旅館都想立即浸一個漂亮的溫泉 但空肚浸溫泉容易引起身體不適 所以酒店會為客人準備和菓子 讓你在浸溫泉之前吃了能夠提升血糖 防止身體不適 在這些細節位都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細心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 又或者喜歡吃哪一款和菓子呢? 記得留言分享給我知道 好啦,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啦 喜歡這條影片的觀眾記得按個like我們呀 未訂閱的朋友快點訂閱啦 我們的頻道會分享日本的日常生活 又或者是一些移居日本的實用資訊 喜歡看日本資訊的朋友記得快點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拜拜! 國安一下,快點訂閱 吧,快點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 有些東西有點難充 在的話 讓我們坐在那邊 8個站內